近期深圳是不少香港人的旅遊熱點 三年疫情過去之後 這個城市亦有不少變化 今次記者就新生去到當地 首先以往的奶茶之城 成行飲喜茶、內宿的茶的深圳 已經改為飲手打檸檬茶 雖然街上繼續開滿了一間間的奶茶店 但不少年輕人手拿著的 都是印有手打檸檬字樣的飲品 各式各樣的手打檸檬茶飲店 在鬧市地段幾乎每隔兩至三條細街 就可以見到一間 至於交通方面 香港和內地早已實施首階段通關 香港人使用RDPAYHK 就可以在內地支付車資 只要在RDPAYHK的應用程式裡面 簡選跨境程車碼 再選擇深圳 就可以直接數碼入閘 非常方便 近年深圳開設了 大量全新的大型購物商場和商圈 例如深圳灣萬象城 歡樂海岸 一方天地等等 紮美食購物打卡於一身 有全新的食市品牌進駐之外 亦設有不同的娛樂設施 都是 фак原地 最年在各地的劇院 這間投資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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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